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是吹著西南風 有一點水氣在這個地方發展 那封面整個北台到長江 中下游這個地方去了 預計大概不會下來了 所以我們每預計 可以說是告一個段落 今年有三波的梅雨封面來 還好有這三波來 不然的話這個水 我們就會抱著很大的壓力 但現在來說的話已經明顯的減緩很多 大致上未來這兩三天 這邊西南邊的水氣還是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早晚都容易有些雨勢 大概是大雨等級 那北部相對的話背風面比較輕 山區有些局部的震影 那未來這兩三天 其實風面都一直在這個地方 很像要下來 但是整個北邊的勢力不夠強 南邊的勢力開始往上推 同時這個太平洋高壓要犧牲過來 所以未來呢 大概在禮拜四會是一個轉折 禮拜四開始整個 新南風的水氣也會減少 然後整個環境也會開始慢慢的改變 夏季的天氣形態要來 但是提醒大家 禮拜四開始進入夏季之後 也要注意這個整個颱風 就很容易發展起來了 我不是說7月幾號會有颱風 不見得 但是這個就代表說我們進入一個颱風季 請大家要做該有的準備 那現在呢其實這兩三天 整個西南邊還是有些水氣 但是預期會減少一些些 大致上呢這個靠沿海 很容易有些局部的鎮雨 那山區呢也有一些熱對流 會局部的發展 但是都不是大面積的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禮拜一是比較多一點點 中南部這個地方還有零星的對流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就會慢慢的減緩當中 禮拜四呢減緩更多 就是高壓整個要犧牲過來 但是還不是馬上 慢慢慢慢逐步的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呢 持續大概都三十四五度 到三十五六度 北部比較高 東半部大概三十四度 清晨的低溫二十七二十八度 就開始熱起來了 有點悶熱 中部呢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西南部的影響 中南部呢二十六到三十一二度 那預計呢南部來說的話 雲量也比較多一點點 三十到三十二度 相對之下南部呢有一點悶熱潮溼的感覺 所以今天晚上呢這個西半部呢 中章一帶一直到高雄屏東 都有局部短暫正雨的機會 東半部相對的比較晴朗 大致上呢這幾天都很類似啦 明天白天呢北部很晴朗很熱 那中南部呢雲量下午的時候會越多 早晚的時候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我們給大家建議 西南風的環境還是持續的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大雨 北部跟東半部留意比較高溫 從週四開始呢高壓整個犧牲 就轉為夏季的天氣形態呢 請大家多注意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